因为这个鸡蛋的蛋黄里面还有胆固醇 所以不少人都认为吃蛋可能会导致血脂增高 所以冠心病以及高血压的病患不应该使用 但是今天健康小强市营养专家就要为鸡蛋来证明 纠正一般民众对于吃蛋的错误观念 因为我每天吃 大概偶尔的话一天大概吃一颗而已 大概一个礼拜吃两次吧 两次很少吃到鸡蛋 有考虑到胆固醇的问题 因为我本身胆固醇就有点高 不论吃多还是吃少烹煮还是煎炒 对于蛋这个不少人一日三餐 餐盘里的必不可少 大家态度各不相同 而过去几十年 也的确不断有人警告少吃蛋 尤其是当体内胆固醇含量过高 不过如今营养专家就站出来 给鸡蛋证明辟谣 除了给鸡蛋证明 营养专家建议 每人每天一颗蛋 健康人每天摄取胆固醇 以300毫克为限 而一颗蛋中只有186毫克 不会超标 而且还含有13种人体所需的 维他命与矿物质 此外一颗蛋只有70卡路里 怕胖的人也不用担心 一日一旦好处多多之外 专家同时提醒 民众每天去超市买食物 不妨多看看标签上的成分含量 确保营养摄取足够 不多不少 做到均衡饮食才是最好 以上是东西新网友 林平清 叶洪志 彭迪 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